赵银水都可已经报名参选了 你再不回来可就来不及了 我还在争取投资的可能性 选举在即风波又起 小经济者 欢迎你加入选举的队伍 三足鼎立 咱们村的选举 还从来没这么热闹过呢 年轻小子 你千万不要下不开 一波三浊 他们守护山村安宁 妈 我要去县里找工作 你就是想去找高尔宁 善儿 她得有自己的人生啊 我跟县里就一处联系了 会给二虎介绍一份合适的工作 敬请期待 方圆巨镇 相录 经编版 第六集 我要小鹿 别跳不住 县里领导 还说要来现场观看选举的 出不定在23号 23号 这两天有点事 要去趟西安 什么事比选举还重要啊 很重要很重要的事 你不会去西安真见的猪环鸟 你这么认为也行 不要找了 我就是猪环 是零七排出所吗 别动 散了好几天了 总算抓到了 你上次发给我的无人机 拍着动物餐和截图 我们觉得像黑熊的大腿骨 你们听说了没有 好大伟都走了 好大伟 可能根本就不想当这个村主任 我是来报名 咱这村主人的宣军大 赵主任参选了 我看呀 赵主任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嘞 老将出马 年轻玩 扣鞭子 小木 喂 郝大伟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明天可就是县里规定 参选报名的最后一天了 你再不回来可就来不及了 我还在争取投资的可能性 我尽量在报名截止前赶回去 别尽量啊 赵英水都可已经报名参选了 他参加选举了 对啊 不该怎么办 他一直对当这个村主任不感兴趣啊 怎么会这个时候参加选举呢 喂 喂 你说话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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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稍微放在我上了 这些包子的包子 只能有点色的包子 就是心脏要温的 大魏不回来 赵盈水 就铁定当上村主任了 爸 当年我妈让你放弃支教回城 你死活都不回去 我记得你当初说出了三个字 放不下 现在我懂了 爸 我也放不下 放不下那条神仙路 放不下爱学习 却不让学习的张小花 放不下已经慢慢变好的车二虎 放不下 东陵村 经过深重考虑 本人已经调转工作关系和户籍到东陵村 参加本届东陵村村主任换届选举活动 立志扎根东陵村 这你啊 真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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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好了 那 你沈澄的工作怎么办啊 我已经申请工作调动了 你真的辞了记者的工作 扎开我们这个小山村了 难道我在喇叭里说着玩玩的 我的工作和户口调整报告一个月前就打上去了 你这真动真格的吧 咱村好多年都没有出现过两个候选人了 那是 大家是候选 是啊 我们村的选举啊 很多年没这么热闹了 相爷 其实是您给了我勇气 才让我迈出这一步的 这都是你们自己努力的 这赵主任这么大岁数了 能行吗 怎么不行 怎么不行 你懂个屁啊 那赵主任当主任的时候你还尿床呢 你看你看这吧 那这 这是咱村的老领导了 赵主任来了 赵主任 正说你 赵主任来了 这一回一定要当选 当选 不能这么讲 我跟秦晓慕同志 是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啊 你这也就是公平嘛 还竞争啥呢 我们都希望你当主任了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你看 这是群众的呼声 你回来当主任 那个话咋说的 王八豆子上擦羽毛 灰心似箭 灰心似箭 对不对 我争取 我争取 一定要回来 你 我去跟响哥说句话 好好好 你忙 你看一下 响哥 老赵 赵主任 小秦记者 欢迎你加入 选举的队伍 您是前辈 我在竞争中学习 谦虚谦虚 我们都老了 未来是你们的 不过趁着我现在 还能干得动 我就当仍不让了 响哥 我想跟你聊聊 好 来 我们先走啊 小爷您慢点 怎么 你看不上小木记者 哎呀 哎呀 倒不是看不上 人家毕竟是从大城市来的记者 那见过大市民 不过 我觉得咱们本村的事 还得本村的人来管 老哥 你看 这么多年了 我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 又经历了这么多的历练 我相信 我能带好咱们村 我找您呢 是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是 我不管谁选上 我这耍眼睛啊 盯着呢 老哥 瞧你说的 咱俩可是搭过班子的人 难道 你连我都不放心了吗 哎 大为回来了 哎 回来 我回来了 你们看 我带回来什么 呦 你这火急火了的去西安 就是为了这个 是啊 哎 你这趟去西安 手机怎么打不通呀 我当时陪这个杨总啊 在山里边 手机是根本都没信号 好 四千万 这家投资公司 是我的一个战友 介绍给我的 是一家做旅游产业的 投资公司 据我了解 咱们县里边 还有两个村 都在争取这笔投资呢 那这么说 这个公司投资在咱们村了 算是吧 不过这个杨总 对我们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是有要求的 你看吧 到手的投资 要被这神仙路给打了 这神仙路还真是有神仙啊 管他什么神仙 这路修订了 大卫 快去填个表 不然选举来不及了 好 快去 好 看看屏幕 还行 好了 你这大卫一回来啊 咱们村的选举 还有个热闹看了啊 三足鼎立 哎呀 咱们村的选举 还从来没这么热闹过呢 哎 金宝 你觉得 这谁能当选村主任啊 这大卫回来的肯定是他呀 不过我老丈人也不是吃干饭的 他可能是大卫最强劲的对手了 你这话说的 合着小木就成了打酱油的了 谁会选一个女的当村主任呢 那何况是个外地的 哎哎哎哎 你说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啊 女人怎么了 你可别忘了 咱县里还有个女镇长呢 我也不给你争啊 咱们看结果 行吗 你的衣服 谢谢 谢谢你 你这郑主回来了 我这临时参选的就可以拿下来了 别啊 你拿下来干吗呀 你能参加选举 我特别地高兴啊 当时是你电话打不通 我怕你赶不回来来不及报名 这赵莹水就铁定当上村主任 这个赵莹水这次参加选举 我觉得是很奇怪的 以前怎么让她当她都不当 静宝说她反修路 她不光反修路 而且我觉得她的牧场啊 有貌腻 你也怀疑她的牧场了 嗯 谁啊 老韩在家吗 是我 好啊 哎呀 这不是主任吗 大家光临 瞅你说的 八字还没一瓶啊 哎呀呀呀 快 今儿咱哥俩 得好好来两桌 哎呀我的哥呀 快屋里屋里 屋里去 你喝醉的那天晚上啊 我偷偷地溜进去看了一下 别的我倒是没发现 不过我在她的牧场四周 发现了很多的摄像头 你想啊 一个牧场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摄像头呢 你说是为啥 这赵莹水要是当上村主任 咱村的天可就变了 所以啊 你不能退圈 好 那我们并肩坐这儿 哥呀 你也知道 我这是三代单船 到我这儿 就我这儿一个根 我妈 在我八岁的时候 就走了 十八岁上 我爸也走了 你说我这 好不容易结个婚 夸张 还生个女娃 我原想着 有地不怕不出苗 可这爹没了 你说我花他妈那年轻轻的 咋就没了 我这算是成了绝壶了 你说我这命 咋就这么苦啊 老汉哪 只要你这根子 还愁没地嘛 这老婆可以再找 早晚可以生出儿子来的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岁数脱贫了 可我也没几个钱 就连于莲翘那寡妇 人家都看不上我 老汉子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几年为什么这么背啊 为啥啊 你听说过老祖祖的安息地 会影响到后人的运程吗 好 怎么样 舒服 哪儿疼 这儿 这儿 你别动 你轻点 海角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啊 路过广场 看你们选举啊 还挺热闹 是挺热闹的 你打算选谁啊 你要说从个人感情上 我肯定是选好他 但是他要修路 我就不想选他了就 这修路是大家的事 那也太自私了 那啥叫自私 啥叫不自私 我们挣的也是辛苦钱 不过 赵主任现在也参加选举了 这谁能选上 还真不好说 也是 老汉哪 你看这十多年前的我 是不是和你一样的不顺呢 后来我给我们家的祖坟 看了看风水 然后给我们家的仙人签了坟 你猜后来怎么着 怎么着 我这几年的生意 是不是顺风顺水的 哦 那倒是 咋个签法呀 咋个签法呀 只要是你帮我拉选票 我就给你签粉改命 到时候那女人男娃不就全来了 好 怎么呀 行 那就说定了 咱哥俩 来一种 今天是换届选举投票的日子 请广大村民踊跃到投票处 投下你宝贵的一票 对不能到现场投票的村民 我们村委会将派投票小组 将选票送到村民的家中 大伟哥和小木姐都对我挺好的 我也不知道该选谁了 那你们傻呀 现在赵主任出山了 论赵主任的资历 那是这俩小年轻人能比得了的吗 你看见了吧 这就是农村基层选举的现状 每个人关心的呀 都是自己的利益 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对 这不更要求我们干部 把工作落实到每一位村民身上吗 我发现你这领考水平越来越高了 你以为就你行啊 看 赵主任 咱就选秦小木 选什么秦小木 选秦小木 你这个 你不要着急些 你干什么呢 你不要多饿嘛 那就是跟你说一句话 你看你都手挂这么些年 你多不容易 你要是想嫁人 你考虑一看啊 你不要想个年龄大 身体美得很 那一点都不比那钱色差 张老汉 你有人这样三十岁小伙子 那美吗 你咋知道那身体不如钱色 瞅瞅 给你个机会 你撕一看吧 你撕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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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一看 我求求你们了 你们欺负我够了吗 求求你们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你就是 你干什么 你放开松开 不许你们欺负他 你你你 警察你把我撕下来 走 走开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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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走开 你把我放下 你要干什么 你放下我 秦师 你放下我 让开 让开 别打开 让开 让开 让你够人寡步 让我打开 让你够人寡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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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别打了 让开 让开 你别打了 让我失败 让开 你别打我 干我失败 别打了 别打了 可可可 已тора 你给我满 你怎么这么傻 你怎么这么傻呀 好 好巧啊 还是他给亲生买的 又老牛吃嫩草啊 我阿富勾搭后生 你们都看够了吗 你们看够了吗 羞辱和羞辱够了吗 够了吗 够了吗 够了 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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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们看 杨总把投资意乡书发过来了 太好了 这杨总还挺有诚意的 修路 势在必行 大葳 不好了 欲联秋要撤我牙 快快快 快快 走走走 姐 莲翔小子 你千万不要吓不开 你千万不要吓不开 姐 你不要吓不开 你们都不要过来 我后退 大家都我后退 你过来我就跳也去了 莲翔 你想想 你还有明明呢 你跳下去了明明 他就成了鼓儿了呀 小小子 对了 莲翔 我对不起你 我 我就破嘴 我就破嘴 我再也不说活着八道了 你不敢跳 你不敢跳 我也不拿全身了 你可不敢跳啊 连翔 连翔 千万别跳 都怪我吧 我平时说话呀 太刻薄了 你下来打我都行 你可千万别跳 别跳啊 不敢跳啊 不敢跳 我 谁也不管 我今天走到这一步 是因为我自己活不下去了 我得了一种 吃也吃不好 死也死不了的病 我这一辈子 再苦 再难 再累 我都没有关系 我真的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爸拖累我们家冰冰 vero Yue 我不想拖累任何人 我不想拖累任何人 我心里说得不信 胡哥 胡哥 这一切 到底是我 胡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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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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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我妈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看看这个 赵主任来了 赵主任 我听说连翘的事了 这强制性提出炎是什么病啊 我大学同学也得过这种病 也是不死的癌症 开始只是腰痛 后来就全身僵硬 最后 那最后会怎么样 瘫痪 卧床不起 现在医学上 还没能彻底医治这种病的手段 只能延缓病情恶化 这就是于连翘 不是明明的真正原因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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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明明 明明 你醒来啊明明 妈呀 你醒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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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 明明 明明 不就是钱的事吗 给我起来 起来 连翘 连翘 来来来 起来起来 连翘啊 连翘啊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 不就是治个病吗 你赵叔向你承诺 以后你的全部医药费 全部由我来承担 往后有什么困难 尽管跟我说 我赵盈水 绝不会看着咱自己 村里人的困难不管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张 谢什么谢了 乡里乡亲的 那都是一家人 这个张老翰 我一定会严肃地批评他 竟然做出这种事了 那太不像话了 还有钱生是个好娃 做事稳妥实诚 这个你呢 也不用有太多的顾虑 不就是差几岁吗 哪来的这么多封建思想吗 我跟钱生什么都没有 你安心养着 以后有什么想不通的 尽管找我说 那我先走了 好 谢谢赵叔叔 好 赵主任 赵主任 快坐吧 赵主任 赵主任 来 来 来 哥 给我过来 哥 那钱你给啊 我还不是为了你 我要不安抚好余连翘 就这些人能饶得了你 谢谢哥 请给我找个事 对不起 哥 我一定给你多拿选票 老汉子 你就放心吧 啊 我要选上这个村主任 我一定撮合你和余连翘 但是 你明天必须把医药费 给我送到村委会去 争取温大处理 要不然 就这个秦晓睦 饶不了我 好嘞 好嘞 这 这是我给前生的医药费 放下 金包 收一下 那我走了 站住 你还没给前生道歉呢 还道歉啊 必须道歉 必须 不光要道歉 这前生啊 耳朵不好使 你道歉的时候 得打点声 多打声 嫂子 药 慢点喝 烫 嗯 我 万分羞愧 做出 深刻检讨 我向刘前僧 同志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 做出这种事了 我 诚心地向前僧 我道歉 对不起 我错了 以后我保证 我再也不打人了 我做个 姜文明懂礼貌的好男人 不是 今天早上呢 明明會縣里上班了 走的时候心事重重的 这明明刚上班 就他上这事 换谁都够呛 怪不得余连翘死活不当明明的累赘 那余连翘的医药费 我们从政策上应该给他一些照顾吧 本来是可以的 可是现在何明明啊 他考上了公务员 按照国家的政策 这公务员家属啊 是不可以享受低保照顾的 可何明明刚上班 就他那点工资 怎么负担得起他妈妈的医药费啊 喂 喂 什么 爸 你真要给余连翘出医药费啊 那可不少钱呢 你说呢 傻丫头 行 知道了 不过 赵银水这次把余连翘的医药费给承包了 他可是下了血本了 看来村主任这一职 赵银水志在必得啊 你们真以为我老丈人要承担余连翘的医药费啊 你意思是说 他靠这事拉选票 行了 咱先别说余连翘医药费的事了 刚才有村民给我打电话 说你们两个的选票啊 都已经上了张老汗的赌桌了 什么 童花顺 亮牌 你这手气啊 选票拿来 拿来 咱说好了啊 我赢了选票给我 我输了你们一人一盒香烟 张小汉 你赢这么多选票 你是要偷给谁啊 肯定是给赵银水吗 还能给谁 张老汗 你可真行啊 利用选举赌博亏你抢得出来 我 我 我这不是给你弄选票了吗 不对啊 你不是说你要偷给赵银水吗 我啥事说 我啥事说 你看看你这个熊样 进门 收 所有今天参与赌选票的人 选票作废 每个人罚款二百 不想交罚款的 给我到村委会去抄村规 十遍 不是 我这 我 我 你在这胡说什么吗 还不是你害的 暴击了些 干吗呢 都抄上啥呢 赶紧抄 这是啥字吗 遵守的遵啊 抄我们都不会解吗 揍你囊的 行了 你说说你们几个 好好的选举 到你们这儿咋就变了味儿了 嫂子 二婷回来了 二婷 我回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法院判决书下来了 我离婚了 我离婚了 太好了 阿妮儿 法院把宝儿判给你了 阿妮儿 你真的离婚了 二婚 你怎么在这儿 坐下 撑你的 你 你这是干吗呢 早啊 不不不 我 我们这学习村规 遵守村里规则 正做好村民啊 是吧 金宝哥 对 二婚他们呀 正在学习村规 学得可认真了 都已经 到了 第五遍是吧 对对对 第五遍了 行 那你好好学吧 我得先回去了 宝儿还在朋友家睡觉呢 我先走了啊 行 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二妞儿 二妞儿 我去县里找你 二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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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上哪儿去啊 二妞儿呀 你要上哪儿去 你要干啥呀 妈 我要去县里找工作 我不想天天在家待着呀 你 你就是想去找高二妞儿 对 我就是要去找高二妞儿 妈 我有手有脚儿 二妞儿 又有驾驶证 二妞儿 又有驾驶证 又有驾驶证 二妞儿 又有驾驶证 二妞儿 又有驾驶证 二妞儿八雞儿长 ما不是那个意思 打工的日子不好过 你要知道打工的日子有多苦 妈 妈 我就是一个从小没听到啊 我为啥不能吃这个苦 我为啥不带吃这个苦呀 妈 儿胡 妈 以前我什么都听你的 那是因为我怕你 觉得我翅膀硬了 怕你伤心 但是我现在翅膀真的硬了 我想飞也该飞了 妈 儿胡 儿胡 只要妈活着 妈就不想让你走 妈 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好吗 这不是对我好 你就是想让我一辈子待在你身边 妈 要不这样 你像榆莲翘一样找个老伴 我支持就是别再缠着我了 行吗 妈 儿胡 你怎么能跟你妈这么说话呢 你妈这辈子 可都是为了你活着呢 我不需要大为我活着 我长大了 我得有自己的生活呀 我 我这是做错了是吧 你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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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走 小爷 大为啊 坐 您这腿 没事儿 喂 选举的事儿来的吗 是 这不是马上就要投票了吗 咋 趁不着气了啊 好 有点儿 这可不是你好大为的风格 你不是真强好胜的人 但是这次 我希望小爷您支持我 为啥 我跟您直说了吧 修路的这件事儿 我一定要干 还有就是 我很清楚 秦小牧的确有很多剩余我的长处 他有魄力 但是他缺少在农村工作的经验 再有 他这个人性子太直 缺少圆润 就这样 还有 他本身 他可以有更优越的工作 和更好的前程 我觉得于公于私 还是我留下来做这个村主任 更合适 还有呢 没了 还有就是 你起了私心 我 你起了 审认 能看出来 你也是个要强的女人 我能问一下 二虎他爸去世多少年了 二十二年了 审认 一切都过去了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我爸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说一个妈妈要出远门 就给自己的懒汉儿子 落了一张饼套在脖子上 可妈妈回来的时候 儿子还是饿死了 因为他只把面前的饼吃了 却不知道把饼转过来 您之前给二虎争各种低薄补贴啊 就是给他掏了一张大饼 您为啥 不教会他自己学会做饼呢 善儿 二虎是你生的 可他不属于你 他得有自己的人生啊 你养活不了 也保护不了他一辈子 不过你放心 我跟县里就一处联系了 会给二虎介绍一份 合适的工作 真的 真的 谢谢你小五 生儿 婶儿 二虎说得对 你也该有自己的生活了 都这么大人了 还赌钱 还画了点小王八 不嫌丢人 你懂个屁呀 我那哪是赌钱 我那是独选票 那是郝大卫和赵主任的运程 你爸多投赛一票啊 那就是决定了他的命运 不害臊 买点小王八 咋说话呢 不害臊 买点小王八 不害臊 买点小王八 你再说 你让我不打你屁股 不是的 买点小王八 买点小王八 我还抓不着你 我抓着你没有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呢 哥 你咋来了 张老海 你给我过来 我跟你说点事 进屋去 哥 咋了 这么晚去哪儿了 我去大风车家看了看 二虎不是走了吗 我还挺担心大风车的 对了 我今天看了个文件 说可以把何明明的户口 调到县里 把余连翘的户口单立出来 这样它就符合地保政策了 你这个主意好啊 这样的话 余连翘家的问题就解决了 对啊 看来我真不能小看你这个对手了 原来你一直小看我呀 没有 跟你开玩笑的 说正经的啊 明天呢就要选举投票了 听说领导也要来 紧张吗 我紧张的 不是我能不能当选这个村主任 是赵盈水能不能选上 因为当村主任关系着修路 修路关系着松茂集团的投资 投资关系着咱们村的未来 我让你给我拉选票 你咋能这么明目张胆地干 我成啥了 那那兄弟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就你干的这件事 明天要想赢他们俩 这么干 你不怪我了 我怪你什么 朱桓啊 说实话 不怪你那是在欺骗自己 可是要说怪你 我怎么也冤不起来 你知道的 其实我 我 好了啊 我知道 我还没说你就知道了 我真的知道 挺冷的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你的衣服 留着给你擦鼻涕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